各位 这个季度以来 我们门店的业务突飞猛进 签约数比上个季度 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各位放心 这个月的奖金 保证让大家满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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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 你过来一下 好 是 是 好 就在这儿 江海啊 虽然入职只有三个月 是一个新人 却月月超额完成业绩 为我们门店的销售额增长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 好 总公司领导们经过商议 决定任命江海为 蜗牛租房的区域销售代表 真好 真好 好 我 我 江海 这是你这个月的提成 十万 经理 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这都是你应得的 拿着吧 我早说过了 只要大家踏实肯干 公司是不会亏欠大家的 是 好 好 好好干啊 好好好 好好干 好 谢谢经理 江海 你拿着提成不理请大家吃饭 我要吃单餐 我要吃单餐 那个 那今晚 大家想吃什么想喝什么 想玩什么都我来安排 我请客 好吧 走吧 狼才女貌 恭喜恭喜 明博哥好浪漫呀 我也是让我男朋友好好学学 这家餐厅可不便宜哦 兄弟这次下血本了 满有情调 江西好福气 你这是干吗呀 怎么喝这么多酒呀 你跟谁喝的呀 我跟那个同事呢 他们都不行 他喝得没我厉害 喝倒了都都被我喝倒了 就你这点小酒量 还跟人家拼酒呢 我酒量可好了 给 拿着喝点水 平白无故的 练什么酒量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再这么喝酒了 听见了没有 看你的样子 你和林霜姐 都拿我当小孩吧 我今年都二十三了 我不是小孩子了 我给你看一个好东西啊 瞧好了 听说什么 十万块钱 来 给你的 拿去换 从今往后呢 只要是 你值钱 我欠你的钱 我一分一分的 我全都还给你 反正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所有人都要知道 从今往后 我不比别的任何男人都要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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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不这样啊你 喝点水 喝 喝 来 我问你啊 你这十万块钱哪儿来的 你这什么公司啊 江海 我问你呢 绝对假的 你起来 你起来 起来 起来 你起来 你说说这钱哪儿来的 江海 是我造什么孽啊 我这是 是 你知道蜗牛房屋中介吗 你说到蜗牛租房吧 嗯 我知道啊 对对对 这家公司 成立时间倒是不长 但扩张得还挺快的 现在已经是 全国连锁了吧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想改行 改什么行啊 是江海 他老是 说什么 房贷成 什么什么贷款这儿那样的 我就是听着 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贷款 嗯 你说的租房贷是吧 嗯 对对对 我跟你讲啊 像蜗牛租房 这类的长租公司 他们表面上呢 做的是房屋中介的工作 但其实啊 还是在靠金融产品引力 成本地来钱 我就怕他是那种什么 皮包公司 活着再让人给骗了 这个事情挺有眼光的 我跟你讲啊 你这叫什么 你这就是保护欲再作祟 江海都多大了 很多路需要他自己走 你做姐姐的 就应该放宽心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我能不操心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好好地享受 男朋友的宠爱 知道了吗 吃饭吧你 吃饭吧你 跟我们预测得差不多 大额的资产 转移得干干净净净的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 能做到的功夫呀 看了这个卫明 估计啊 从你们结婚开始 就在给自己留后路了 经过昨天这么一闹啊 我跟他是彻底撕破两 卫明这个人 不打目的不挂兇 我真害怕 他使出什么 上不了台面的招数 我建议你 直到我们找到 关键证据之前 无论卫明做了 多么过分的事情 你都要沉得住气 千万不可以让他 起戒备心 记住了吗 别动手啊 别动手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这走吧 你这是我们的安局 我请你进来了 你们再不走 我叫保安来 叔叔阿姨 咱们好好说 讲讲道理好不好 不是 我 我们怎么不讲道理了 对啊 我告诉你啊 你们这叫擅闯民宅 你知道吗 我可以报警抓你们的 你抓谁啊你们 别冷静 你们这样的话 怎么 怎么回事啊 我几个回来的 你问问他 我们刚才送小苹果回来 看这门大开着 这几个人鬼鬼祟祟的 你们干嘛呢 我我想问一下 这里是不是二状五零一 对啊 那就对了 你看 业主 魏国强 张金凤 委托我们出入这个房子的 这是房产证 身份证您核对一下 没错吧 没错是吧 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走走走走 我走走 我看 这是我们不卖 什么不卖啊 你们干什么 这人都在干什么呢 那是这 这位明明真是的 他不看在你的面上 也要看看孩子的面吗 这么狠心的 队总夫人 您 张金凤 来 快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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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没问题 我还这个上面写 你先出去 看来你这个微皮面子不够大 佳怡 麻烦你 先出去 这 这么快出来了 这叫做啥 这家一战斗力也不行 今天钟姐带人来看房了 别错 爸妈在新区 开场一个楼盘 想着把之前的房子卖了 作为首富 他们让我通知你来着 我最近工作比较忙 忘了 把房子卖了 我跟小苹果住哪儿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 小苹果可以跟着爷爷奶奶 至于你嘛 离婚签字 你分道的钱 足以付一个小房子的首付 这样大家都不为难 卫明你真的太无耻了 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不惜把老婆孩子 都赶出家门 这应该让方舟的人 都看看你是什么真面目 你先冷静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 我的前途 关系着小苹果以后的生活品质 如果你不为小苹果着想的话 你现在就可以出去 跟全世界的人嚷嚷 真当我不敢吗 林霜 我们两个都是要脸面的人 以我们的教育和修养 做什么事情都得体面 做什么事情都得体面 不至于帮我们家那点丑事 弄得尽人皆知吧 也有建议债等等 除了以后又肯定会认真 你还是把第一个都帮助 建议的 我认ners 很疼你 和美职生在你知道的 我认真就知道 还有 人是会变的 就你这点低级的手段 你就想让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交出小苹果的抚养权 你做梦 这个卫民啊 真的不是个东西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跟我说 你真不拿我当朋友 你好不容易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不想扫你的心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你更重要 我跟他这么多年的夫妻 他实在是太了解我了 他利用小苹果 利用我的自尊心 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想让我就这么认了 要我说 你吃亏就吃亏在 太过于清高 跟谁都要讲道理 做什么事情 都讲究个问心无愧 要我说对付这种小人 咱们就应该有小人的办法 管他什么姿态好不好看 咱们先出了这口气再说不行吗 好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我有的时候真的挺嫌疑 敢爱敢恨 活得痛快 不像我 偶像包袱背了这么多年 现在想放下吧 他还真有点无从下手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这都是我这么多年 摸爬滚打 吃亏上当 耸结了那么一点 战斗经验 要我说 能一辈子这么清高 那才让人羡慕 你还能够认识 好了 好了 不说我了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帮你 还有小苹果找到住的地方 对了 姜海 他现在就在那个房屋中介 别着急啊 肯定有办法 姜海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 找你有事 当然有事了 姐 你看 咱们这个房子 虽然不在市中心 但剩在交通变子 你看那儿 那儿就是地铁站 那个牌子那儿 那里吗 对 房子还挺近的 几步路就到了 你看这隔壁的这些小区 都属于住宅小区 但咱们这个是回乡房嘛 所以租金上面 比他们 该不划算很多 性价比特别特别高 姐 你之后家里 要是什么 修修补补的呀 你就打个电话给我 全给你解决了 好 给我们公司这些售后啊 也是全免费的 姐 看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公司 主打的这个炮菜 现在都有优惠 在你公司租房 还要贷款吗 他这个就是 换个形式说法而已 因为你每个月 还房贷和交房租 是一样的嘛 我之前啊 我了解过你们这个小区的房子 好像你们公司要比市场价 便宜不少呢 是 因为我们一直是 按照市场价格 从房东那边收房 收完之后呢 以特别优惠的价格 租给我们的租客 那中间的这些差价 都由我们公司来补提 特别好 那什么公司为什么呀 你这不是赔本转腰了吗 这就不是我操心的问题了 反正我只是想 能让我的客人租到 乌美嘉连的房子 我自己又能 达到客户地提成 我就觉得挺好的了 姐 怎么样 这房子还满意吗 要是满意的话 要不咱们尽快签合同吧 说句实话 因为我们公司的房源 还是挺紧俏的 我再考虑考虑 这么晚了 饭吃了吗 放手回来了 爸 喂 吃过了回来的路上 我今天看一天房子 果果呢睡了 刚才啊 哭着闹着要回家 怎么哄都行 怎么是哭累了 心太睡了 爸 爸 嗯 我可能还得麻烦你们 再帮我照顾几天小中国 可以啊 董事长 我跟你妈妈商量了一下 你带着果果还是搬回来吧 你带着孩子住到卧室啊 咱们呢房子虽然紧张一点 但是呢我跟你妈商量一下 这最起码啊 你可以把果果 还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事 都交给我们 你呀 就踏踏实实地 安心工作 好不好 你说你们 辛苦一辈子了 好不容易想想清福 不想拖累你 这话说的 你是我们女儿 那是一家人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就是呀 我们就你一个女儿 不为你还为谁呀 我有意思了 我房子找好了 就是再有个两天 收拾收拾就行了 真的 那房子在哪儿啊 贵不贵啊 等一下啊 房子已经过后了 周日收房 麻烦你尽快搬出去 林双 做人不能太自私 难道要果果跟着你一起 无家可归吗 我给你的离婚协议 随时有效 好 妈 哎呀 果果怎么啦 我来家 哎呀 果果 怎么了 我来家 怎么了 果果 不错呀 果 我来家 我来家 果果呀 咱今天就住在外公外婆这儿 好不好 对啊 果果 妈妈今天累了 让妈妈休息一下 对啊 外婆等会儿啊 给你讲故事 我不要 你家的故事不好听 我要妈妈给我讲 你不要是孩子 你睡醒了 你好 挺好的 瓜哥 这也是狗狗的家 对不对 等妈妈忙着这几天了 就接狗狗回家 好不好 这哪不是我的家 我要我自己家里住 我管你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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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妈妈真的累 别哭了好不好 妈妈 妈妈 房子已经过后了 周日收房 麻烦你尽快搬出去 林双 做人不能太自私 难道要果果跟着你一起 无家可归吗 我给你的离婚协议 随时有效 你哭了好不好 我让你哭了 我让你哭了 林双 你凶孩子干什么呀 你干吗 你凶我妈呀 你凶我妈呀 你凶我孩子 走走走 走走 妈妈 我给你讲故事了 这是老婆在哪里 妈 我哪儿来这么大火去啊 江海 我考虑好了 就要那套房子吧 江海 我考虑好了 就要那套房子吧 这猎头公司啊 说你在蜗牛公司 短短几个月 就做到了区域销售代表 你怎么突然想到辞职了呢 吴总 这人哪 往高处走 租房市场在火 不过也是服务一些工薪阶层 哪像您这儿啊 服务的可都是高端人士 您这儿随随便便地一单 比得上我在那儿 干个十天半个月呢 您太厉害了 小伙子不错 好 好好的干啊 公司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您 您是您好 您好 我找你们老板 我们老板不在 你说不在就不在啊 你别拦着我啊 女士 您不能进啊你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我找你们老板有事 你说不在就不在 吴总 我告诉你啊 你别拦着我啊 女士 你真的不能进啊你 我找他有事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女士 我跟你说了 我们老板真的不在 你让他出来见我 让他把钱还给我 您不能进啊你 快点 我们老板真的不在 怎么了 老板 这 你就是老板 啊 对啊 就是你 合起伙来 跟我老公 在那国外 给那小三买房子去吧 我告诉你 把房子退了 钱还给我 车户都没到 费什么钱啊 不退钱是吧 我告诉你 那我再来就打电话报警 你稍微讲点道理行不行 你跟我啊 讲道理 我就不讲道理了 不是 是 我今天就坐在这儿 我告诉你 我就大声地嚷嚷 我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们就是骗钱的开心鬼 老板 你是你有话好好识吗 魏总 信息地报表 你签个字 说得了 喂 喂 你好 请问是魏密先生吗 我们这边是润达之夜 您之前委托我们 在澳大利亚的那个房产 肯定需要您签一个补充协议 您看您有时间吗 你们找错人了吧 我的房子在新西兰 而且早就已经过步了 行行行 那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们搞错了 不好意思 我们就是一个房产中介公司 我们就赚的是中介费 我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吴总 还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看您今天也挺忙的 要不咱改日再聊吧 行 明天准时来上班啊 好 你是吴总 对啊 吴建森 是啊 我找的是李建森 对 李建森 不对 这一行没有李建森 什么乱七八糟的 喂 是瑞达房产吗 啊 啊 魏总 我是吴建森 建森 是 没事了 喂 干杯 干杯 好喝的 这一说啊 新西兰的房产信息是公开的 但是取证公证这一套流程 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你着急慢慢来 给 没想到啊 我们姐弟之间 还是有点默契的 某人终于发现 弟弟靠谱的地方了 是不是对我刮目相看呀 还行吗 不过这次真的谢谢你吧 以后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 尽量开口 小姐 你别这么说 那我帮你呢 是因为我真心地想帮你 不为别的 我一帮你的我就很开心 越开心我越想帮你 吃饭吃饭 不要说话你就少说两句 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 安静叔 那个一般家的日期定了嘛 到时候我去帮你 嗯 这周日 来来来我们再喝呀 干杯 干杯 小姐 阿姨 这个是干啥用的呀 哪个呀 这个 这个 这个泡沫啊 包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 还是你想得收的 回头请我吃饭 去吧 你真不要了 婚姻都不要了 我还留着照片干吗呀 行 就喜欢你这部拖泥带水 风风火火的恶气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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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漂亮 阿姨 你长这么大 搬了几宗家 阿姨搬过我 无数次家 那你以后还要搬家吗 要啊 直到搬到属于自己的家 那你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呀 伯伯 去 把你的玩具打包好 好 你跟宁博怎么样了 还行吧 跟那样 对了 你那个合同签了吗 钥匙哪没拿到呀 刚还已经去给我收房了 等一会儿直接过去签约就可以了 哎 这不是 你谁呀 你又是谁呀 我是蜗牛做房的 这房子是我们公司的房子呀 你哪在里面呢 我怎么在里面的 我是说房子的房东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们公司算账的 你们公司欠我的房租 给你解决了 你就别瞎回去 我真不知道 这房子我 江海 喂 旅程姐 我这是现在出了点问题 这房子租不了了 什么意思 什么叫租不了了 姐 你别 你别着急啊 我一会儿就回公司给你想办法 叔叔 你先别着急 我已经跟我们经理打了电话了 他会派人来处理啊 实在不好意思 你等着 等他们俩俩你再走 行 江海啊 他说租不了啊 又不知道怎么回事 来了 他这股东西有点 说租不了了 谁啊 哎 您好 哎 还是我 您好 谢谢 来看看房子这房子送 哎呦 怎么回事呢 提前那么多天跟你们说过了 哎 到现在还是这么乱糟糟的 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啊 阿姨 我租那房子呢 临时出了点问题 你看 你能不能再稍微 宽容我几天 我提前通知你们了吧 是吧 你租不到房子吗 是你的问题 你的责任呀 难道你一辈子租不到房 我就一辈子不能收房了吗 啊 不是的 阿姨 你这样好不好 一周 一周之后我肯定搬走 不行不行 肯定不行的 这个房子是要给我儿子结婚用的 今天呢 我已经把那个装修师傅 都已经带进来了 来来来来来 你们快进来快进来 把他们的东西都搬出去 我把东西都搬走啊 阿姨 阿姨 阿姨这样好不好 三天三天之后我肯定就搬走了 不行不行 阿姨 你看这有孩子 肯定不行 而且我出事 说起来就那里 阿姨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临时我真的找不到地面 阿姨行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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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继续搬 继续搬 继续搬 我来来来 不过啊 不过啊 我来来 慢慢来 搬 快点搬 把看的那些东西都搬出去 我来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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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目前 我当事人魏先生和林女士名下 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是 二百万 基于法规和道义 我们顾念林女士照顾家庭多年 同意将共同财产的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一百万 作为对林女士离婚的补偿 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 孩子的抚养权 也理应由我的当事人所有 您可以尽早地在离婚协业书上签字 也可以尽快地拿到补偿的费用 不应该吧 据我所知 卫先生八年前入职方舟 事业一帆风顺 三年前更容生产品部总监 拿着批实的薪水 最近又当了VP 这么多年下来 两百万 有点说不过去吧 卫先生上有老下有小 还有一位全职太太 她是这个家唯一的劳动力 她一个人养活了一大家子 虽然收入不少 也经不起开销大 如果你们对卫先生的存款有疑异 不嫌麻烦 可以亲自去调查取证 好 那我们就来算一算 只有一些文件 这一份是最近一年来 卫先生大额频繁曲线的银行流水 这一份是你以给老人买房为名 转给你母亲张清凤的转账记录 这一份是以你父亲卫国强的名义 在4S店的消费记录 以及交通违章记录 跟方舟搏击大厦地下停车场的记录 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 这辆车实际使用人是你本人 这还有一份 是你在海外购置房产的转账记录 以及房屋详情 很明显 微先生已经构成转移户内财产的行为 而这些资产加在一起不低于1500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 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回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来 来 来 丁总 你是什么时候变得心机这么重啊 你不觉得这话特别可笑吗 你算计我就可以 我维护自己利益就成心机重了 你所谓的婚内财产转移的大部分金额 在海外 你应该知道 这些证据在中国的法庭上 无法直接使用 我们已经将海外的证据 在大使馆公正认证 这些已经成理成策的文件 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提交 李女士 四姨女士 是否造成婚内资产转移 要看法院的认定 一旦上了法庭 离婚诉讼 旷日持久 这对我们双方的当事人 都不是件好事 没关系 我们有的是时间乐意奉陪 而且据我所知 魏先生还一直属于 长期婚内出轨的状态 这应该是造成婚姻破裂的 过错方吧 我这有张照片 魏先生 这是您吧 我们对这张照片的真假存在疑虑 这张照片明显是错位 你们这是在污蔑 你们这是在污蔑 就这张照片到了法庭上 不可能成为证据 能不能成为证据上了法庭就知道了 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 大家可以试试 我当时那诉求很简单 分到全部财产的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九百万 以及小苹果的抚养权 归我李女士所有 尽快解决 好 四一 今天多亏你了 谢谢 我是你的律师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现在来看 我们掌握了主动权 但你也不要太乐观 以我的经验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小心他们被狗急跳墙 永远都不要低估对手 明白 好 这放着 妈妈 哎 你回来了 不许 天天爱你 你带我去游乐园玩 姨姨带你去 我带她过去玩会儿你们聊 嗯 妈 妈妈 不是 你们这什么情况啊 你不是搬家找不到房子吗 我去给你找好了 走吧 上车吧 辛苦啊 搬上车就可以了 好嘞 好嘞 这个老洋房是我回过以后 买来投资用的 所以一直空置着 这边有个两百多坪的花园 花园里有个秋千孩子可以玩 那边是个车库 这些家具家电啊 都已经配好了 你看你还缺什么 告诉我 我再来买给你 这房子的位子是真不错 将来给你上班 还有小苹果上学都很方便 我将还给你找的那个房子 好一万呗 我稍微看一下 嗯 小心点啊 您火得福 这是厨房 我去看你走 桂雪 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好了 租金肯定不便宜吧 是啊 这不是没中介费吗 加江海你是熟人之根之底的 那就按照市场价的五折 租给你 要觉得可以 我就让房屋出合同 谢谢 行 大事已定 来 我们找一个餐厅 大家一起庆祝一下怎么样 你们俩庆祝吧 我公司还有点事 我得先走 我走了 顾总 问你了 妈 妈妈 楼上学两个卧室 快让我开一开呀 好天然的 来啦 吴经理呢 在房屋室的吧 吴经理人呢 刚刚还看了在那边 行 所以啊 这有一个假假的 上去 好 去 去吧 好 去吧 经理 有这么个情况 有个房东说 他三个月没有受到租金了 然后他也要 江海 这个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是这样的 总公司的财务打款式 出现了纰漏 把给这个房东的钱 打到了别人的罩上 这才引起了误会 那经理 这是他 放心 这件事情很快就能处理好 这儿那等到什么时候 我急去这个房子 快了 快了 江里 经理 那个 小王找你 好的 我知道了 你先去忙吧 好的 这个月的分红 比上个月的还要多 已经给你打到账上了 注意查说啊 好 谢谢经理啊 房子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别担心 来 江海 江海 经理叫我和你一起去收房 走 行 行 走 哥 一会儿喝水 不可以喝 喝汁什么的 来 江西 这是我男朋友 林伯 这是我好朋友 林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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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卫总夫人吗 我之前在卫总朋友圈见过您 对 您叫我林双就可以了 我也经常听江西提起您 坐吧 坐坐坐坐 这个是果果吧 果果你好呀 你好 你好 叔叔好 叔叔好 太乖了 今天这顿饭呢 是要正式地庆祝林双 阶段性的胜利 又是正式介绍你们两个认识 所以今天这顿饭 必须是我喜欢 想吃什么 你别 别 江西爱你请客 你说你也真是的 请林双吃饭 也不找个安静点 环境好点 高档点的餐厅 这挺好的呀 咱们都是自己人 别这么客气 听见没有 都是自己人 别穷讲 小苹果 想吃哪个 吃披萨 您是谁的 快去叫他 服务员 点餐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啊 您活怎么样 你这个男朋友啊 你表人才 也挺会为人处事的 看得出来挺在乎你 但关键是 你喜不喜欢人家呀 喜欢也不带着 能怎么最后呀 我现在就是觉得吧 两个人在一起啊 就是要多磨合 经历的事情多了 感情自然就越深 民国特别使得 也很努力 是一个过日子的人 关键是 我们两个的目标有致 我相信我们 可以做相识 感情上呢 我也没什么承担的经验 但你要是认定了 我去支持 嘉西姐姐 我也支持你 狗狗也支持 放了 那你跟妈妈先出去 走 我一会儿出来啊 好 我说明天要上班要穿的 你不要跟你洗 这不一 您插上 我这不是故意的 我这不是故意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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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一百块钱干洗钱 这个就算了 好不好 一百块钱 太多了呢 我 那么多 我 都是上班要挺不容易的 这样 你拿一个湿纸巾 我自己擦一下 这个事就算了 这 这湿纸巾 都给您 你先去忙吧 先去忙吧 实在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什么事 就 就是弄脏点衣服 将写呢 马上出来